美国总统拜登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4月10号到白宫进行正式访问 并设下国宴款待 那预计这次美日两国将宣布多项安全合作项目 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 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 耀毅你好 你好 请您介绍一下这次这个岸田文雄来访 主要和拜登谈些什么 可能达成哪些协议 是的 就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 其实岸田文雄也正准备要来到白宫 刚才的记者们已经是陆续的排队 进入到白宫南面草坪 那在拜登总统也在这个白宫的南草坪上 召开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岸田文雄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是双方都非常重视的 那么在这个白宫举办了一个媒体的吹风会 在这个岸田文雄来到白宫的前一天晚上 那在吹风会上一位官员就特别表示说 这一次两国将会来宣布的跟安全方面的一些合作的项目 将会是可以让美日联盟获得充实的进展 那么他们所提到有非常多的层面 包括在军事还有这个太空以及像人工智能等等方面都会有许多的合作 那么在军事方面的大家非常关注就是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说 在这一次呢双方将会来宣布这个将驻日美军的一个司令的地位往上提升 并且能大幅的改组这个驻日的美军 那么这样子一个说法呢 在这个吹风会上一位不具名的高级官员已经是承认说 有这样子一个做法 就是说在这是美国将会第一次的来改变驻日美军的结构 然后推动新的联合行动 在未来能够真正的来整合 美国的这个美军以及日本自卫队的军力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我们看到日本的媒体分析说 正是因为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其实是位在夏威夷 那么距离日本还有当然还有台湾 是有一段的距离并且也有时差的 那么这是为了因应所谓的日本方面说的台湾有事 也就是如果一旦中国武力犯财的话呢 从夏威夷来应变的这个时间以及这个效果呢 能力不会有直接从日本方面来应变要来得快 所以因此呢考虑来提升驻日本的美军司令的地位 并且加强双方的合作 那第二个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呢 我们看到岸田文雄已经是在拜登政府的这个协调之下呢 解除了过去日本70年来所有这个防卫费 也就是日本的军费的上限 过去呢都是不到1% 但是将在2027年呢将会上升到2%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美日之间将会来成立一个这个 军事国防工业的委员会 来评估在哪些武器方面呢 日本可以参与跟美国进行联合制造 那我们知道目前日本已经是 在日本本土制造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呢 是已经可以回销给美国 再由美国来提供给乌克兰 或是补充其他盟国的库存 因此呢接下来军事方面 日本将跟美国未来探讨如何联合制造武器 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是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日本 未来将会来讨论如何整合防空导弹的防御系统 让这三个国家呢能够全面的掌控 这个区域的空中威胁 那么在这个方面 当然中国方面是感到非常担忧任何说 这是要来封锁 或是针对中国这个行为 美国之一呢也在白宫的这个简报会上 9号的简报会上询问了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 他表示说呢 拜登总统的用意并不是要针对任何一个国家 而只是要确保印太地区的开放 还有和平以及稳定 那除了军事方面之外呢 美国与日本将会加强在太空方面的合作 包括美国的宇航局 与日本的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将合作来进行月球的探索 那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合作项目 那么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呢 也会有一名日本的这个宇航员 来正式的加入这个美国宇航局的月球任务 也将成为这个月球任务里面 首位非美籍的宇航员 那此外在其他的部分呢 包括像是人工智能AI 我们看到美国的卡内基美农大学 将与日本的印清艺术大学 在这个日本的公司以及微软公司的资助之下呢 来进行AI的合作研究 此外呢亚马逊公司 以及最近非常这个红的 这个英伟达这个公司呢 在台湾市翻译叫做辉达公司 也将一起来资助 这个美国的华盛顿大学 与日本的竹坡大学 一起来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 那么最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安全的 这个方面的这个合作 将是美国方面将跟日本 来加强情报方面的分享 我们知道呢 因为在所谓的五眼联盟当中 都会认为说 这些敏感资讯 以及网络安全 都必须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标准 才能够被信任 说能够进行机密 或是敏感资料的情报分享 但是其实美国官员 包括美国的这个助理 副国务卿Kirk Campbell 也说过了 他说其实日本呢 的确在这方面做出很多努力 但是还没有达到 美国心目中完整的标准 那么希望这一次呢 在加强情报分享的努力上 很快的美国能够与日本 能够达成一个完整的情报 这个分享最重要的信息 那么最后来跟大家提的 以下就是说呢 台湾的议题 当然是非常受到关注了 我们知道在美国跟日本方面 都非常关注台湾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白宫国安会的这个 东亚继大扬州事务资深主任 叫做胡博 他就表示了 他说台湾的议题呢 一样会在这一次的 这个日美峰会当中来提出 那么预计呢 将会以过去几年 两国领导人都以谈到台湾 一个谨慎的方式 会以相同或类似的一个措辞 跟文字来呈现 叶帆 好 非常感谢耀义 以上是美国之音处白宫记者 黄耀义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 4月10号在白宫举行会谈 并召开联合记者会 随后拜登将为岸田文雄 举行国宴 美方高官透露 这次峰会除了将历史性的提升 美日防卫合作之外 拜登还可能和岸田讨论 日本加入奥库斯的意义 美英澳防长 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三国成为澳库斯第二支柱的新成员 以应对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国 尽管澳大利亚总理表示 日本并不会很快的加入 但是中国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那这一次备受瞩目的美日峰会 会有哪些看点 可能达成哪些成果 双边防卫关系升级和澳库斯扩容 有什么重大意义 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 在YouTube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 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 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 还有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 再次欢迎二位 那拜登总统即将在白宫会见 岸田文雄 岸田星期四还将前往美国国会 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 发表一场演讲 他是继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2015年这样做之后 第二位享受这一殊荣的日本领导人 那首先请教魏必周先生 这一次的美日峰会 您认为有哪些看点 外界有哪些期待 美日峰会是相当重要的 岸田自己本身也说过 他在来之前接受一些访问的时候就说过了 这个基本上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利点 他自己上也很了解 因为他了解的情况下 是日本现在本身所面临的 这个外在国防跟外交环境来讲 都是相当具有威胁性的 从苏联 从俄国 从朝鲜 一直到中国这方面 基本上对日本的生存环境 是有很大的威胁 而且这些国家所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不透明的 不公开的 所以你很难了解这些国家 正在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这是日本上比较紧张的事情 那么同时在东亚地区 日本也了解到这个东亚地区 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火药铺 所以他必须寻求一些支援 美方也了解这件情况 而且美国在自己 西太平洋这边的利益 也是非常重大的 加上最重要当然就是中共的崛起 这个崛起基本上是非善意的 因为以中共自己 只是一个最大的世界不透明 所以这个对中共 从美国来讲 必须重新一个新的战略 这个战略今天就是 现在目前所看到的 包括跟日本的加强合作 包括跟澳大利亚 马上再一次的剧情的峰会 甚至刚刚大家都知道 把日本也加入 跟澳大利亚 还有美国 英国这边联盟 August这个整个大的计划来看 所以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 日本的国防升级 刚刚也有提到 反应观光是这个方面的 从未来的高级AI产业 量子产业方面 也同时要进行军火性的合作 进行共同的研发 未来在印太地区的整个 就军事上来讲 这个战争的爆发 跟战争的运行跟操作 可能不仅仅是传统的 所谓海军或者是单纯的空军 而且可能是海军空军 再加上太空 再加上电子战 再加上所有的AI运算 包括海底的东西 合在一起的整体状况 所以这个应该这一次开会 整个要达成一个全面布局的 一个重大的意义所在 那陈破空先生 过去几年 美国和日本都谨慎的 在台湾的议题上进行合作 那您认为这一次的 这个会谈峰会 在台湾议题上 会不会延续以往的 这种谨慎态度 双方的合作是否会有所推进呢 我相信这一回岸田文雄 跟美国总统乔拜登的会谈 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 这可能是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这次看到了迹象 就是看到美国跟日本 是全面的提升关系 以前是由日美安保条约 是区域性的保障日本的安全 是在亚太地区的合作 但这次回来 根据各方媒体的报道 美日之间打造一个全球伙伴 就这个美日关系不只是应对区域冲突 并且全球的冲突 那么跟日本的合作 除了从军事安保 现在发展到军事合作 比方武器生产 逐渐的美国 原来日本主要是进口美国的 这些武器先进武器 但是美国逐渐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日本 在日本当地生产 就靠近了前线 另外跟日本的合作 还不限于军事 还涉及到高科技 登月工程 人工智能等等 还双方的互相投资 美国在那边扩大了投资 所以看到美日之间进一步的融合 这个融合的背后是什么呢 背后其实美国日本联盟 它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因为中共是主动出击 在南海 在台海主动出击 而美国 日本 台湾 澳大利亚 这些国家都是被动的防守 是应变而已 另外有因有果 原因是中共 中共要对台湾武力威胁 这是现在全球 即乌克兰战争之后面临了一个最大的火药桶 最大的潜在危机 各国都提高了警觉 觉得可能台海战争随时会爆发 所以各国也都加紧步骤 既然中共咄咄逼人 毫不让人军机军舰不断地洗澡台湾 甚至在金门岛那边搞所谓常态性巡航 那美国 日本他们也觉得 时不我待 时机非常紧迫 所以极起之主要应对 再一个就是 美国现在跟中国的实力相比 在数量上 在某些地方已经落后于中国 中国的军舰数量超过美国 战机的数量据说很快会超过美国 那美国呢 它的强项就是盟国很多 联合全世界有领导能力 那现在整合盟国 日本是亚太地区 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看到 本来前两年 前几年美国跟英国 澳大利亚形成的联盟 就阿库斯 AUKUS 澳斯特利亚跟英国和美国形成联盟 当时为了补一个澳大利亚的短板 就是核潜艇 因为澳大利亚有可能成为 中共在那边攻击的对象 那澳大利亚本身的军力很弱 所以在那里生产核潜艇 是对这个太平洋 印太地区的一个防御 但日本并不缺核潜艇和潜艇 那这回为什么要第二支柱呢 就是日本进来之后 跟这个三国联盟靠近之后 在科技 人工智能 航天 太空 全方位的合作 使日本的角色得以突出 这样就是美国的一层又一层的联盟 进一步的推进 就是预防性的防范中共有所蠢动 其实美国发出的信号还是和平的信号 你只要中共不会对台湾动武 你只要在南海不会霸凌 像菲律宾越南这样的小国 美国 日本也不会对你采取主动的措施 所以牌还是在中共手上 中共现在搞的是先发制人 美日等国搞的是后发制人 如果中共不动的话 我相信美国其他国家也不会动 所以这回我认为到会谈的最后 菲律宾也会加入 不仅是南海问题 台海问题会得到重大的突出 最后的文本怎么声明呢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陈破空先生提到美日方面 全面的加强防卫合作 特别是奥库斯的问题 美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防长的 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宣布 三国正在考虑和邀请日本 成为奥库斯第二支柱计划的新成员 以威慑中国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也在一场活动中暗示 美国总统拜登在接见安田文雄的时候 也可能讨论到日本加入奥库斯的议题 那魏毕舟先生在这个时刻 吸纳日本加入奥库斯作为第二支柱 您认为有什么样的迫切性 紧迫性 对 这个奥库斯第一个阶段 就是大概在2030年左右 可能要推出大概能够继续的话 就是五艘有关于Virginia型的这种核潜体 下一步当然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未来的整个战争的形态 未来要会从AI的运算到无人机 各种互相电子连体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还包括量子科技 还有其他的这些高级的先进的这些网络科技 必须结合在一起 这是未来的 也不能说未来五年之内的话 这些所有的这些新型 未来的战争的发展 营运战争的发展都必须要成型 而且要付出高科技的国家 在这方面作为军火 新型的军火工业的合作 这边是美国现在已经确定了 当然就是日本了 要做这样子的合作 所以这个未来的整个战争的形态 是从这个方面来走的 那么这样的话 当然其他的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还有他的考虑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能够分享一些很重要的技术 就包括核潜艇的技术等等 这方面美国也有同样的顾虑 所以就现在来讲 今天如果说邀请日本这个 这个方向做的 这也是为什么下一步的 今天在日本跟早上 日本跟美国之后 明天他讲完话之后 他立刻就要跟韩国 跟菲律宾 日非三个国家 曾经在 本前的一个组合权 就针对中共在这个 在这个印度 以及 合作所对美国造成的战略威胁 那问题是 就在三国防长宣布 考虑和日本这些军事技术 合作的几个小时后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称赞日本是一个亲密的伙伴 但是表示没有计划在这个协议中 增加第四个成员 任何合作将是逐个项目进行的 那请教陈破空先生 您怎么看澳大利亚总理的 这种表态 这个是一个对现实的说法 因为本身这个 AUKUS这个行程 我就说了是为了补齐 澳大利亚的短板 是美国英国要在澳大利亚 帮澳大利亚生产核潜艇 这个起因 那么现在的形式的发展 需要日本的合作 但是实际上 就是像美国 日本 包括印度 澳大利亚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盟 再加上美国跟日本 韩国又是一个亚洲小北约 还有其他的跟东南亚国家 形成了各种联盟 所以没必要说形成新的联盟 我像澳大利亚总理这个说法 倒不是排斥日本的意思 而是把它叫做第二支柱 它不是奥库斯的成员 但是却在项目上展开合作 第一支柱是核潜艇方面的项目 是海洋力量 那另一个项目就是发挥日本的角色 增强新的一个力量 因为在日本进来之前 在历史上有一些顾忌 就是毕竟日本在战后 有一个和平宪法 那日本现在已经通过 由于中国的威胁 就是中共的威胁 导致了日本全面脱贫 突破了这个和平的宪法 从安倍时代到岸田时代了 各种角色都已经突破了 过这个防务费 就是军费也在提升 那么现在就是换一个说法 澳大利亚它也需要对一个历史 进行一个对接的一个表述 那中国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美方如果要把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 潜艇计划与台湾问题相关联 应遇合围 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 坚定不移 任何人都不应低估 也不应误判 那魏碧舟先生 你怎么看中方的这种强烈回应 北京可能采取什么反制行动 对 我想做这些 主要是看我这个副国务卿 前天说了一些有关于对阿布斯 本身这个潜艇所新造最后的一个 使用的方向跟战略的这个走向的话 也包括对于保卫台海这方面在内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说法 但是我想就为之后来讲 它不应该意外 当初如果说把这个阿布斯要建潜艇 这样子的一个家 除了这个南海外 当然这个 甚至东海都包括在内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言而喻的东西 所以就中国来讲 它这个反应 当然是就坎博 把这个话说出来 这个说法 但是整体的局势来讲 你不管说是这个阿布斯也好 或者是去年 去年这个日本三国加美国合在一起 所谓的三国同盟也好 再加上现在马上要实行的 这些这个美日 或者是这个美日韩 再加上这个美日 这些一连串的事情 台湾在这个位置上 不可能没有事情 台湾的海军司令 唐华现在也在美国 它现在当然是没有 美国这些公开 但是也不能够绝对台湾这一环 所以整体想的话 不管中共现在反应是如何 但是这个整体要应对 中共这种不怀好意 或者是说不透明的这样子的崛起 每一个国家 周边的国家都已经结成这样子的 互相的联盟来自保 这不是一个攻击性的行为 这完全是个自保性的行为 那就看中共怎么样来应对 让自己 让别人对他的这个 这个崛起 所造成的恐惧 他自己怎么来消除 大家对他害怕 那陈伯空先生 您认为北京会拿出 什么反制行动来吗 你今天的表态 当然在预料之中 不过就是说解铃还需寄铃人 其实今天的国际格局 也演面到这么一个程度 互相军备竞赛 互相结盟 队垒队垒 队垒队垒 应该说源头还是在北京 有因有果 如果北京很简单 改变两个政策 事情就完全改变了 比如说你在南海 尊重小国的权益 遵守这个国际法 尊重人家经济专属区 不跟菲律宾和越南 发生这些冲突 南海就会太平下来 中国并不会有什么重大损失 另外如果在台湾 中国如果声明 永远以和平手段 来蒙求统一 或者是两岸的这个福祉 那也不存在 这个局势的紧张 两岸人民都可以享受 一个太平的日子 也不至于 中国这个暴增军费 把这个 人们的血汗钱 用去增加军事开销 也不至于要跟美国形成对雷 但是历史就是有这样的调诡 不管是一战 二战 冷战 到现在可能发生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 都是这样 总是有些独裁国家 或者极端民族主义国家 想去蒙求领土 蒙求扩张 就引发了民主国家 文明国家的反抗 反之 日本在 美国在一战 二战 冷战中 都是后发之人 都是后发之人 蒙后而动 但是美国都是取胜者 但是总是有人不相信 纳粹德国负面的命运 不相信日本军国主义 负面的命运 也不相信前苏联负面的命运 非要去试一下 跟文明事件较量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 美国日本在举行峰会的时候 全套的规格 红地毯 21响礼炮 国宴 军乐队等等 但是中美关系 只剩下了一条电话线 也就是拜登跟习近平 能够通过话而已 为一个通话还要安排很久 但是别的国家 都全面提升了关系 这是谁造成的局面呢 这都是北京极左政权造成的局面 好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看 几位网友发来的评论 Jack Liu他说 日本如果愿意加入 奥古斯那局势 应该对北京造成明显压力的 但不知道日本愿不愿意加入 我估计是签署某种联络协议 而不是正式加入 那我请教卫比周先生 您认为这个日本会不会加入 不说是加入 就是会不会和这个奥古斯做合作 那是又以何种的形式来进行合作呢 这个很明显 我也有句话提出 无论从其看法之外 基本上也是一个先行的指标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 大家原来并不了解说 奥古斯还有第二支柱的这个说法 那么现在根据的整个 整个战力的判断 跟未来的各地走向 是有第二支柱的这个说法出现 那么在这样子的区域环境里头 当然日本必须要加入 这个也是它的强项 所以在什么时候加入 或者用什么样的形式加入 这可能是主要一个问题 重要的问题是说 这样子的局势已经形成了 这样子的朋友圈已经形成了 日本将来一定会以这个准会员 如果说这是一个会员的话 这个加入到这个印太法 这个印太司令部也好 或者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也好 这个人事总司令这些都要再重新换 这也说明在这个阶段下 刚刚也提到过 有关于这个美日之间 这个整个战区 还有这个战术层次 还有这个指挥体系的调整 这都包括在内的 整个硬体跟软体都同时进行在内 所以日本在奥古斯这个体系 或者是更大的体系里头 都扮有不可或缺的这样子的角色 可以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 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重要的伙伴 好 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 感谢美国资深媒体人魏毕周先生 和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的分析和电评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 但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